為什麼路上的歐巴桑 一定要對你家的狗指三道四 來 20點 一樣 20點 誰可以告訴我 你說什麼 因為我沒有帶小孩 所以帶小孩的話 他就會批評小孩 是嗎 哇 讚耶 真的 我超生氣的 我每次在遛狗的時候 就是有時候 我會把我家的狗 放在牠的小車上面 小推車 然後在路上推的時候呢 就一定會有歐巴桑跑過來 然後牠就會說 喔 哇 你坐車車耶 哇 你好好命喔 你哥哥推你坐車車 哇 你好命狗耶 你坐車車耶 你怎麼不下來自己走啊 牠全部對著狗講的 但我知道牠在嗆我 我覺得你怎麼覺得 自己有資格來批評我家的狗 我跟各位解釋 我們家的狗今年14歲 相當於人類98歲 要被這樣子羞辱 哇 你坐車車啊 你根本不了解 牠在我們家的地位 是老大好不好 什麼叫做哥哥推你坐車車啊 牠心裡想說 這個人是我的小XX子 牠推我牠應該的 你根本不了解 我家狗經歷過什麼 你為什麼要批評牠 對 你怎麼知道 牠腳沒有斷掉過 蛤 你怎麼知道 牠沒有打過823砲戰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確定 牠沒有打過823砲戰 蛤 你剛剛說牠14歲 你不要 閉嘴 我每次遇到這種人 我就會把他們的聯絡方式記下來 因為我就在等 我等他們98歲那一天 當他們的兒子推著輪椅 帶他們出來曬太陽的時候 我會說 哇 你坐車車 喔 你好好命耶 你坐車車 你怎麼不想自己走 早餐店阿姨她誰都叫帥哥 她沒有在挑 你沒有被叫我早館 有 她也沒有在挑 我後來發現 其實早餐店阿姨有在挑 就是帥的他叫帥哥 醜的他是同學 有一次我點完早餐就等 她會說 帥哥你點了大筆桃 然後聽到帥哥 包括我在內有六個男生同志轉頭 轉過去砍人家蛋餅 然後這樣面對下去 我心裡在想 XX才是那個帥哥 但我們六個心念都很清楚 都很清楚 真正的帥哥 是點了蛋餅還沒有 所以 雖然我點的是熱狗 我也假裝我點的是蛋餅 我丟了50塊跟阿姨說 阿姨不用找了 蛋餅拿了就要找 阿姨幫我來說 她說我同學你點的是熱狗 我實在吸一吸到 轉過去跟阿姨 你這個阿姨是什麼 你起碼你說帥哥你點的是熱狗 什麼同學一告解說 我還買的是 阿姨說我賣的是冷氣不走